大家好,我是樂意創的共同創辦人Ruby 那我們在做的是一個希望可以給音樂創作者的抖音 那我們希望可以利用AI的方式翻轉流行音樂產業 全球的音樂唱片市場每年約200億美金的營收 然後版權的交易金額大約是40億美金 以台灣來說可以看到這個團體SHE 他們每年的營收佔華言收入的30% 那華言有2000首歌 他們每年的授權金額是10億台幣 所以可以看到在流行音樂產業人跟歌是它的核心 那樂意創就希望可以做到在7年內 7年內可以做到排行榜上面的歌手跟歌有7成來自樂意創 那怎麼做到呢 可以看到近年來這些成名的年輕歌手都是創作型歌手 因此在現在這個年代成為歌手的基本需求就是要創作 然後所以創作是他們的剛需也是他們可能很多人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提供他們一個很簡單的工具來創作 那光有歌也不夠 可以看到這一位歌手是森林之王出身的 他們有在2019年的時候發了一張專輯 花了大概800萬的製作跟宣傳費用 但是在YouTube上面可以看到它最高的一首歌點閱次數大概是61萬 然後其他歌曲還更低 所以可以看到流行音樂產業是高投資高風險高報酬的 那我們就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平台 可以做到它可以低成本的創作 然後有效率的重視場 可以高曝光的一個整合性的平台 所以它是低投資低風險高報酬 這就是樂點APP 它是一個可以免費下載免費使用的平台 然後可以用AI的方式協助大家創作自己的歌曲 看這個影片 你可以選擇歌曲的結構 曲風 歌曲速度 最後歌曲搭配的樂器 下一步進到歌詞的編輯器 然後就填入歌詞 可以參考一些範本 或者是我們有 對 上面的範本 或者是你全部清楚寫自己的東西 然後 然後樂點的AI就會 判斷這個歌詞推薦適合的旋律 總共有多種旋律可以選擇 不僅如此 你還可以針對一些音符做更進一步的修改 其中包括 這個更進一步的修改 就是用上下左右來調整 所以非常容易 那這樣的畫面 其實也可以轉換成不同語言 我們做英文歌 日文歌 韓文歌 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具備出海能量 然後這是最近的一些作品 因為我們辦了一個AI歌曲創作大賽 然後這是唐豐正偉擔任我們的領唱 然後這是一個樂團 利用APP創作的歌 那我們也在校園中辦一些挑戰活動 他們在30分鐘內做出這首歌 所以創作出的歌曲好聽是這個APP的核心價值 那為此我們也有多項專利 然後關於版權 我們也是記錄在區塊鏈上面保護 所以對這些創作者來說 使用APP來創作是一個非常低投資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的高曝光流量要怎麼來呢 我們在前幾週的時候辦了一個教室工作坊 樂點是可以進入校園的 可以看到包含建中北一女 中山女高等等的老師都來了 然後從國小到高中的音樂老師都十分願意 把樂點APP導入學校做音樂課的輔助教學使用 那為什麼呢 因為樂點APP簡單方便 而且符合108課綱有完整作品的產出 那對於我們的一般創作者來說 這些學生就可以帶來他們高曝光的宣傳機會 所以我們是利用AI產生了大量的數據 然後經由校園跟活動帶來大量的使用者來創作 那這些使用者的創作過程 我們就收集了他的創作的過程的數據 還有社群平台上推薦 主動推薦產生的數據 以及他們在挑選旋律中的旋律數據 經由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篩選出神曲跟可能的未來之星 然後再把這個神曲給未來之星唱 然後提供它後製啊演唱會等等的資源 讓它可以帶來更多的流量 所以是一個循環一個系統 所以對這些創作者來說 使用熱點APP是一個低風險的方式 那這是APP從0到1的過程 我們是在去年的3月的時候在內湖高中公測 然後進行了改版 在11月底的時候正式上限 從上限到現在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就已經有大概6000次的下載 然後其中有1%的使用者是付費的 然後我們在上限的同時辦了一個AI歌曲創作大賽 可以聽一下大家投稿的作品 挑了一首 好 我知道不能這樣錯過 你就像一堆詩書 裡面那邊很精彩 這個作品完全是用手機創作 然後用手機直接錄製出來的 好 好 那我們的週流存率大概大於9.3% 然後平均使用時間大概11分鐘 所以未來之星他們往往來自校園 他成為明星歌手需要的每個階段 需要的每種資源 我們都有相對應的服務在樂點平台上 所以對於這些創作者 或者是想要成為明星歌手的人來說 使用樂點APP可以有低投資低風險高報酬的機會 那國際的國際市場上其實也很多AI音樂公司想要往這塊發展 但他們往往只能做到編曲跟配樂這些部分 沒有辦法做到完整的磁曲創作 那樂點是可以做到完整磁曲創作的 而且可以有大量的旋律產生 所以對這些 然後還有大數據的支持 依此對音樂創作者來說 使用樂點可以降低他們的風險 提高他們的報酬 那我們的營收來源有分為工具的部分跟流量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只有開始進行預購版權這項收錄 那有1%的使用者付費 所以我們預估在第三年的時候 僅僅是預購版權這個收入 我們預估有4萬人核心用戶 他們每年做一張專輯25首歌 一首歌500塊 我們可以達到5億的收入 那這僅僅只是工具變現的部分 那這是我們的營收規劃跟我們未來發展的Milestone 然後這是我們的募資規劃 我們目前文策院正在輔導我們進行下一階段的融資跟募資 那我們的團隊中包含了有20年創業經驗的AI技術專家 還有過去曾擔任AllMusic副總的數位音樂專家 所以歡迎有興趣的夥伴加入我們 一起改變流行音樂產業 謝謝大家 송環境 擔任委員會